关于你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信息安全 这些我不知道到底是 大家想要安全到什么层级 你要说考虑到这个共产党的黑客的话 可能我们什么安全也没有 但是我相信在整个交接过程当中 我们整个监督小组会就要掌握 就是目前这些数据的权限 因为据我了解 其实老板大过去在农场里 他并没有参与很多的事情 具体的这些项目 就包括这个捐款这一块 他们是有专门的一个工作小组 在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 通过自己农场渠道去了解 也可以联系这个文空也可以 联系咱们整个的交接的监督小组的 世卫成员也可以去了解 有很多渠道就可以了解 你不用太发太多文字到处去喊 去联系直接联系 这么多的渠道去联系 去核实就可以了 就像这个捐款这个事情 我这个星期 前 昨天前天的 昨天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我们了解了一下 实际上是有几位 这个 也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组 包括联盟 铁血组的 也有两位成员 也参与其中的 我了解了 目前没有发现 有什么状况的 如果说大家说 我转了HDO 但是没有回职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农场这边 帮你去核实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 当然整体的这个数据交接这一块 联盟的监督小组一定会去核实清楚 这个是占有的这个利益 包括占有的这种捐款和这个新意 我们肯定会更加的重视去核实 是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债权能的事情 这个实际上呢 咱们今天是不方便去说 我本来也不方便去说 因为这个是在破产平 目前正在进展当中的这些事情